我们来想一下这一题 他说甲乙丙三人呢 乙的钱是甲的二分之一倍 那丙的钱呢 又是乙的乙又二分之一倍 那丙的钱呢 到底是甲的几倍 OK 题目呢 当他问他说 丙的钱是甲的几倍的时候 这时候代表意思是什么 既然问丙是甲的几倍 最好的方法就是 就是把甲当作一 OK 所以呢 把甲当作一 把甲的钱 好 甲的钱 当作是一 当作是一 那如果呢 你不喜欢用空想的方式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辅助的图 去把它呢 弄出来 所以甲呢 的钱 OK 我们现在就把它弄出来 我们把这个量呢 当作是一 那甲的钱是一的时候呢 乙的钱是甲的二分之一倍 对不对 那什么叫做二分之一倍 你想想看 其实呢 也是很清楚的 你画一个图 你就发现哦 二分之一倍 所以其实就是二分之一的意思嘛 所以我们这边就直接写一下 这个呢 乙的钱 OK 乙的钱 则是二分之一 是 二分之一 那饼的钱是多少呢 这是我们最好奇的 因为饼的钱 我们要是甲的几倍嘛 那我们知道饼的钱呢 饼的钱是 乙的钱的一又二分之一倍 所以饼的钱呢 是乙的钱 乙的钱是多少 二分之一 饼的钱是 乙的钱的 一又二分之一倍 的一又二分之一倍 所以怎么样呈现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你发现我们在竖线上 应该说呢 用这个线段的方式来表达的时候 你看我们就可以呈现出一个饼 它呢是乙的一又二分之一 也就是呢 就像我们这里写的是 二分之一的一又二分之一 OK 我们呢再重新特别圈起来强调一次 二分之一的一又二分之一 什么叫做二分之一的一又二分之一 其实就是乘法的意思嘛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相乘二分之一的一又二分之一 把一又二分之一对不起 这边写错了 好 然后呢 把什么样带分数转换成甲分数 那不就解决了吗 那换成甲分数以后 就是分母乘分母 分子乘分子 所以呢 饼的钱就是多少 就是四分之三 也就是说 饼的钱是甲的几倍 饼的钱就是甲的四分之三倍 饼的钱是甲的几倍